歡迎收看邱世新核定本 又到每週一次關心烏克蘭戰場 最新戰況的時間了 歡迎邱世新邱老師 本週這個戰況的進展 跟這個戰局的變化 主要還是集中在烏東的這個頓巴斯地區啊 所以要趕快請老師為我們來解析啊 但是呢這個戰況更新 還是要先看一下整體烏克蘭戰場的形式圖啊 在北方庫斯戈到南方地涅薄 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請老師幫我們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看 庫斯克這個地區 整個俄軍的推進 跟我們原本的預測其實差不了多少 就是他現在先以組結為主 那其實 如果我們觀察庫斯克這個地方的 地形跟他的形式的話也知道 其實打庫斯克真正重點是 補給路線 因為 對烏軍來說他是孤軍深入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確保補給線的話 他很容易在這個 這個 這麼封閉的位置 尤其是在俄羅斯境內作戰 那得不到補給他的 衝擊的能量很快就會降低 我們等一下看到 細土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個 那所以 其實俄羅斯也很清楚 他在庫斯克這邊 他並不急著把 已經進入庫斯克的烏軍推回來 他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是 能不能有效的控制蘇煤 可以進到 進到庫斯克的這個交通路線 那只要能夠切斷補給 庫斯克本身的烏軍就會相對比較好處理 那 我們如果繼續往北面看的 往北方軍區來看的話 其實最大的 這週最大的發展就是辛基夫卡 那我們知道 你好久沒有聽到這個名字 早前老師一直說 就是俄軍其實 當時的這個裝甲師 其實一度攻佔辛基夫卡 但是隨即退去 在庫皮揚斯克這一線 然後就形成一個 像是跳恰恰 你進我退 你退我進 這樣子的狀況 現在是 現在我們也不確定 他控制了 但我們現在不曉得 他有沒有要守就對了 對 要不要守 因為我們知道坦克斯他們大的問題就是 少了一個 一個機械化步兵團 那你沒有機械化步兵 你其實很難控制村落 但目前看起來至少這個 這個進度已經維持兩天了 所以我們希望 從這個 這個 辛基夫卡的 控制與否來 預測 庫皮揚斯克 就是北面軍區這邊 北面的戰線 會不會有大的變化 那哈爾科夫本身其實 因為庫斯克開打了 哈爾科夫本身的 雙方都在 增援或者是物資的抽調 都是以哈爾科夫為軸心在流動 所以哈爾科夫本身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 雙方有太大的衝突 那反而是 我們 我們要看辛基夫卡 因為如果 如果按照 我們現在推測的時間 因為整個俄羅斯夏季公司 從 7月5號開始 打到現在 也 也接近兩個月了 所以我們預計 夏季公司的結束點 應該不會 距離太遠 我們 預估可能在9月15號 俄軍這一波的夏季公司就會結束 辛基夫卡的重要性 它其實是庫比揚斯克的門戶 我記得老師講過 如果辛基夫卡被俄軍控制之後 庫比揚斯克就沒有前沿正底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到 聞到一股陰謀的味道 怎麼說 就是他在 夏季公司即將結束的時候 他前面有那麼多的時間 不去動 可以動辛基夫卡 而不動 為什麼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去動辛基夫卡 就是因為夏季公司 夏季公司之後 會有一個轉換的時間 就是籃球場上面的垃圾時間 那戰場上 你不能說它是垃圾時間 它是一個階段轉換的時間 那你階段轉換的時間 你沒辦法從公視 整個戰線忽然從公視 全面轉入防禦 這個 你不能這樣子做 因為這樣子很多地方 可能防禦還沒有做好準備 物資的調配 人員的調動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禮拜開始 俄羅斯已經開始進行 第一線人員的調動 那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我們的預測是準的 如果我們的預測是準的 在9月15號 俄羅斯夏季公司結束的時間點 那庫皮揚斯克這邊就會發 就可以起到比較好的作用 也就是 當烏軍想要在 紅軍城這個方向 主控方向反推的時候 俄軍在庫皮揚斯克 他就可以前進 因為庫皮揚斯克也是不能調的地方 所以 他現在在 現在在這個時間點去動 辛基夫卡 讓我覺得 有一點點 為下一個階段 提前做好 準備的 的 企圖 你也許 在夏季公司到雨季的這段時間 那可能就是北方 庫皮揚斯克這一線動 那 迫使烏軍沒有辦法好好修整 也就是說 他前線的部隊就沒有辦法進入 一個 因為俄軍修整 通常烏軍也會進入修整 所以不讓烏軍進入 順利進入修整 那他可以儘量 讓烏軍的前線部隊非常的疲憊 這個是我們感覺在這個方向 現在這個時間點 而且時間點非常準 他沒有更早也沒有更晚 他就是挑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更早不好嗎 他在就是在 在就是夏季公司的這個 最最高潮的階段 然後呢 搞到全面 整條戰線上面都在推進不好嗎 他為什麼要在 他抓最後的最後的尾巴 他等於他如果太早動的話 他會提前消耗掉 原本應該支援庫斯克 或原本應該支援俄羅斯 夏季公司主攻方向的物資跟人員 所以他現在挑在這個地方是 我們從辛基夫卡到 到中央軍區 第41集團軍已經進入到紅軍城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俄軍的這個公式轉換 應該快要開始了 那 但是另就是在我們覺得 應該夏季公司應該結束的 末段的尾巴 忽然就發生了一個就是 這是這個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原本策劃裡面就有的 還是打到 打到 歇里渡河外 忽然覺得這一塊的烏軍非常薄弱 所以 現在敦捏刺客那邊 西面忽然形成了一個包圍圈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 這個禮拜重點中的重點 所以我們要打星號 然後再來 渡坡羅勒 渡坡羅勒這一線 就是 上個禮拜最主要是 大陸沃西瓦卡 就是 去年夏季 去年春季公司 烏克蘭反攻裡面 一個激戰區 對 那目前 又 俄軍又在慢慢慢慢慢慢的推 所以 渡坡羅勒這邊就是 俄軍持續的在 一點一點一點的推回 烏克蘭夏季反攻 春季反攻的接觸線 那地孽薄河這邊 我們看起來就是 整個局勢是相對平靜而穩定的 天啊 就是要翻車了嗎 對 他說這個 不會 真的 還不會 不會 怎麼說 目前看起來還不會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最主要的依據它是 希爾斯基的兵力調動 即便在庫斯克 即便在紅軍城 這麼危急的情況底下 赫松方向還在控兵 OK 你說烏克蘭 對 烏克蘭 烏克蘭的海軍陸戰旅 還在那邊囤兵 OK 那我們知道 希爾斯基其實想要 想要的是 哲連斯基 口中講的那14個動員 新的動員旅 用那14個新的動員旅去打紅軍城 可是 因為動員的進度不是很快 所以他原本預計現在應該有的14個旅 並沒有出現在戰場上 所以就造成現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好 這就是庫斯克目前的狀況 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的圖其實必須要做修正 就是目前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這一塊地方 已經 已經沒了 這個進展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對烏克蘭來說 如果他在庫斯克的攻擊動能 是可以維持的話 那我們應該可以看到的是 烏克蘭在這一線 他的突出部會連結起來 對不對 他不應該有這種海闊魚的形狀 就如果我是一個公式單位 公式的發動方的話 我不會變成五子山或那個 就是 五子山 像這種分支 因為像這種分支的話等於是 這裡面的 這裡面的鵝均你是沒辦法消滅掉 那這裡面的鵝均你如果沒辦法處理的話 那他就可以 他可以往 往這個方向也可以往這個方向把你切斷 所以對 對希爾斯基來說 如果他進到庫斯克 他的攻勢真的如 哲連斯基 他跟 哲連斯基所講的 或者是哲連斯基所相信的 這麼大一批的部隊進到庫斯克去 而且我的攻勢十分伶俐的話 你不會看到這樣子的 突出步 就是我們不會看到 我們不會看到像這樣子的突出步 早些這樣子這個形狀是因為 老師有講說他們 因為是用皮卡車啊 用快速機動 對你快速機動 他沿著道路 對 他沿著道路深入 可是這些沿著道路深入的突出步 根本就沒辦法守啊 不是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成功的進攻 因為我們的進攻 快速推進的話 一定會形成像這樣子的 但是當你推進 你快速推進的話 你的第一波在這邊 那你的第二波在幹嘛 你的第二波 要把這些洞補起來啊 對你的第二波 必須要把這些連結起來啊 就是如果 假設我們是無君的話 當我快速的在這邊推進的時候 這是我的第一波嘛 所以我的接觸線到這邊 那旁邊 因為我已經突破 俄軍的 俄軍的防禦 俄軍的防禦線假設是 有一條防禦線是在這裡的 那我突破了 那你的第二波就必須要做的動作 就是到這邊以後要 往左轉往右轉嘛 那你就可以把這整個 突出部連結成一個大的突出部 因為你把 你把俄軍推出去了嘛 等於隨著你的進攻 隨著你的進攻 你可以把俄軍推出去 那這樣子就會形成一個 完整的攻勢 當年的巴拉基亞反攻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做啊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 因為沒有辦法 就是第一個啦 他的突破到這邊 他突破階段是成功的 可是他的擴展階段是失敗的 因為他的第二波 他的第二波沒有辦法順利 把他的突出部 融合 合併成一個大的突出部 那就沒有辦法完成一個 一個庫斯克攻勢 也就是說對我們來說 在戰術上 在戰術上 烏軍 烏軍推進 烏軍推進到 烏軍推進到這條線 烏軍等於他推進到這條線 就停下來了 就停下來了 然後 這條線 這條線是 烏軍的 前進的停止線 那 烏軍真正應該突破的線 其實是在 這邊 他能夠守的位置而已 對 這變成是 他真正 他變成 他的防禦線是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他的防禦線在這個地方 因為 你任何突出在這個地方 突出在這個位置的單位 比如說 你任何突出在這個地方的單位 他都會 他都會接 你進來以後 你被俄軍頂住 頂在這一線 那你沒有辦法往兩邊擴展 這個時候你很容易被包圍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 我們 我們這張圖是用上個禮拜的 但事實上 以我們現在節目播出的這個時間點 這一塊已經沒有了 這一塊已經沒有了 這一塊已經俄軍推回來了 所以 現在烏軍防守的線 現在只有到這裡 這三根手指頭已經斷了一根 已經斷了一根了 那我們就可以預期 接下來就是 這根也會斷 接下來這一塊突出布也會被撕掉 隨著時間不斷的突進 這是合理的 他如果沒有要繼續前進的話 他生出一隻 中植要幹嘛 對 他會被截斷 他會被截斷 所以 對 我們可以預期 就是這個禮拜 或到下個禮拜 戰線 真正的變化 就是烏軍會想辦法在這一線變成轉入防禦 他轉入防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整個前線的變化會變成像這樣子 他就必須要防禦俄軍 但因為你是防禦 你必須要收縮防禦圈 所以 比較合理的接觸線就變成像這樣 那如果俄軍從 俄軍從這裡又繼續打穿 或從這裡又繼續打穿 那戰線就會繼續往後退 就是戰線的推移其實是這樣 就是我們看 這樣原本的手 三根手指的這個 就是 一 二 他的折斷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這是不可能一直維持這樣 因為 對 俄羅斯或對烏克蘭來說 你要不然就是 烏克蘭你把所有的突出部併起來 但是你現在沒有能力做到 你現在沒有能力做到 那如果你沒有把所有的 突出部併起來 如果你是指揮官的話 你馬上就要果斷 把部隊收回來守這一線 那東面呢 馬丁諾夫跟吉里人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當初 要推吉里 但是 形成了一個很 很細長的突出部 那就被 810跟 車程直接從這邊截斷 這就是 當你的 後 第二梯隊跟不上的時候 你就會造成這樣 那為什麼第二梯隊會跟不上 前 前面的 這個由 由80跟82 組起來的 這個攻擊梯隊 非常標準 他順利的衝到這邊 他順利的衝到這裡 他也順利的衝到吉里的這個位置 然後 東面 東面 唯一沒有辦到的就是 他你應該要衝到柯雷 柯雷諾 這個方向 但是 他的推進在這邊就 被 被阻擋 所以 他唯一沒有做到的就是柯雷諾 這段 但也就是柯雷諾 這一段 讓後面很多事情 發生改變 然後 當初在柯雷諾 擋住 跟在蘇甲 馬丁 諾夫這邊擋住 這兩路 這兩路的俄軍 其實才是真正影響 這是戰役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沒有像 這是一個大災位 為什麼沒有像巴拉基亞一樣 因為理論上來說 他在第一時間那種快速的突破 應該已經進到很多俄軍的後方 對 那為什麼他們 是因為 我想到一個最關鍵的不同 是因為巴拉基亞當時 那是 俄軍是一個遠征軍 那現在是自己的土地 你還要推去哪裡 其實 這一邊的作戰跟 在巴拉基亞 哈科夫方向 最大最大的不同 是這邊的俄軍沒有退 沒有錯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俄軍 就動員的士兵被俘虜 但是有更多的 小的群組 包含自衛隊 他們是留下來抵抗的 這個很特別 這跟 在巴拉基亞 因為 因為整個戰線已經被打碎掉 所以 很多部隊是各自 朝各自不同的方向 你 你跑的方向 都沒有辦法跟友軍協調 所以很多部隊就是 就只能使命往前跑 那你在跑的過程裡面 你就是留下很多陣地 給烏軍突破 那 但是在這邊 就光以 馬丁諾夫這一線 馬丁 就是蘇甲 跟 馬丁諾夫這一線 蘇甲 蘇甲都擋了好幾天 蘇甲一開始的那三天 其實是最關鍵的 在蘇甲擋住的同時 柯雷諾沃的 一支 俄羅斯空軍 的特種團 在這邊 因為他其實並不是他願意在這邊 只是因為他 因為他們剛成立 所以他們在接受 他們接受訓練的地方 其實離這邊不遠 所以他們是第一時間趕到 所以他們在柯雷諾沃這邊擋住了 一波 就是 烏克蘭的機械化步兵的 衝鋒 那因為一路太順了 所以對烏克蘭 對烏軍來說 他不認為他在這邊 會遇到什麼阻礙 結果在柯雷諾 就是遇到 其實強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 因為有敵軍阻擋嘛 所以 這支攻擊的烏軍就往回撤 那就是 這一天兩天的時間 就影響了整個後續 戰局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只能說 對 對戰爭 或者是對 戰鬥來說 沒有打之前永遠都 那你的規劃 或你的計畫都很好 但是沒有打之前 你都不會知道答案是什麼 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就看到 那為什麼他沒有辦法 你剛剛 凱翔有問 對 他為什麼沒有權限 就是 就是大家爭先恐嚇的 要往後逃 為什麼第二 然後第二波 為什麼沒有跟上 關鍵就是蘇美 俄羅斯非常清楚 現在 這邊的仗打成這個樣子 那怎麼樣打對 俄羅斯來說 他的 資源的運用 他用最少的資源 然後 把事情控制住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 這個是在蘇美的一個 一個 這是一個夜視的鏡頭 對 空拍的夜視鏡頭 這個大概 大概晚上八點鐘 晚上八點鐘 對 這是 晚上八點鐘發生的 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紀錄的時間是晚上八點鐘 然後 比較特別的是 其實 這個 因為他是一個視頻 節錄下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這裡 都是車輛嗎 這是車隊 就是我們國小 去畢業旅行 然後就會有 比較大的國小 畢業旅行 就會有很多 很多遊覽車 或者是我們看到 很多造勢晚會 然後路邊就會停 非常多的 一排一排的遊覽車 這個就是這樣 他就是 從這邊 首尾 首尾 相接這樣 總共有六百米 這非常長的車隊 那 這個車隊 這比較特別 因為一開始幾輛車聚集的時候 俄羅斯的 ZARA就已經 在空中偵察發現 可是他並沒有去攻擊 那幾輛集結的車 因為 發現這些都是運輸卡車 然後 慢慢慢慢讓運輸卡車集結以後 最後 就是 當車隊從 一輛車兩輛車開始慢慢慢慢 累積到 六百公尺長的時候才呼叫 後方的火力 然後 對這個車隊 加以打擊 那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白臉 這些白臉 就是伊斯坎德爾帶那個 極速彈頭 就整個覆蓋了這個車隊 目前根據 烏方的消息來說 在這個車隊裡面 受損的車輛 就有 二十輛 但是 因為六百米這麼長 所以 因為車隊都要有 駕駛兵嘛 一定要有押韻的嘛 一定會有 這大概是一個完整的 運輸連的規模 那這個運輸連就 這一波打擊 它除了 伊斯坎德爾以外 還有 龍捲風 然後反正 在那一瞬間 在影片裡面我們看到的是 這整個車隊 都被覆蓋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理論上來說 像這樣的車隊被 俄羅斯用這麼猛烈的火力覆蓋 那應該 我們在影片裡面應該要看到很多 彈藥尋爆對不對 嗯 但是沒有 所以它再來不是彈藥 它再來不是彈藥 它大概都是在食物 飲水 還有 要補給前線的一些可能 零附件啊 或等等其他東西 它不是彈藥 為什麼 因為 現在烏克蘭的彈藥不會用這種 大型車隊運送 烏克蘭現在的彈藥都是 一部那個 九人坐的 那種小巴士 然後就在站場在 從蘇美開始開到庫斯克去 然後在庫斯克的各個村落裡面 四處跑 那像這麼大的一支車隊 比較罕見 為什麼 因為你 現在蘇美幾乎被俄羅斯的 無人機 一天24小時不斷的頂 因為 我們知道 控制庫斯克的戰況 最主要就是你要控制 從蘇美運往 庫斯克的所有物資的通道 你只要能夠把這個通道掐斷 庫斯克裡面的烏均 你不是餓死 你也是 因為缺乏彈藥 你也 就是你只能投降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 這個確切的位置在什麼 這個確切的位置 從蘇美前進到庫斯克嗎 這個 在邊境36公里的地方 距離 就 蘇美的 蘇美的 前面一點 然後距離俄羅斯的邊境 大概36公里的地方 我有看到一些報道講說 這是一個什麼 農民 採收的車隊 然後呢 結果就是造成了一名農民死亡 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要運 運東西運到哪裡 然後採收車隊也太龐大 對 600 600米 這有多少車輛採收車隊 OK好 那 庫斯克的戰況大概大致如此 反正就是 俄羅斯 我覺得 仗打到近期啊 然後呢 每次聽老師解析 都覺得說俄羅斯現在看起來 相較於 剛開戰時候的混亂 就是戰爭中期的時候 一些你知道 一些無厘頭的調度 他現在好像都很嚴格 在執行自己的作戰計劃 對 比如說他在庫斯克這邊 他不去 不去直接跟你的箭頭硬碰硬 他就一直在後方打擊 這樣這就是一個例子嗎 俄羅斯剛開始 這場戰爭剛開始打的時候 他就很像那個 就是 利 利大飛專論 他就覺得他自己 體量很大 他的力氣很大 他就是一個一槌槌死你 就是他也沒有什麼兵法 他打仗也沒什麼講究 就是 我就殺到你家 然後你就得要投降 那時候他們的打算是這樣 不過他主觀上面是這樣覺得 他 就沒有打仗 他真的是這樣子認為 但是戰爭打到現在這個程度 其實慢慢慢慢的 俄羅斯的總參謀部 大概就體認到戰爭的現實 所以他現在的用兵 比較接近兵法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講兵法很重要 你當然可以 就是你的實力 你的實力 你當然可以 不使用 你不透過兵法 那其實兵法就是 兵法他就是一種原則 什麼叫做原則 原則就是 人的腦袋會比磚牆還 脆弱 所以你沒事不要用腦袋去頂磚牆 這個叫做原則 但是 有些人他可以 他可以忽視原則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他 他覺得他腦袋就比較硬 那你就給他去撞 撞過幾次以後他就會 他又會回來 哦原來 原則是不能改變的 前面就2022年到2023年 這段時間就是 俄羅斯 在前線的這麼多的將領 在不斷的撞牆 俄羅斯的總參謀部的參謀 不斷的在撞牆 他不斷的在 被 戰場的現實教育 等到你教育了以後 他慢慢慢慢體會到 現真實的戰況 不是個人意志可以改變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回來找準則 找原則 嗯 那你只要按照原則去導 那你的戰場經營看起來 就會開始慢慢 有條不紋一步一步 就我們看庫斯克 一般的 一般的 我看到很多 軍事評論家都會覺得說 普丁震怒那俄羅斯 一定會在 庫斯克這邊加大 用兵的力度 但你加大用兵的力度 是對方想要你去幹的事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雙方在策略上面的較量 決定了 庫斯克 接下來的走向 那希爾斯基在 在 烏克蘭的電視台裡面 他已經承認 就 庫斯克這個戰役本身的一個 主要的目標就是吸引 俄軍從紅軍城的方向調動部隊 解紅軍城的圍來說 是失敗的 因為 因為俄羅斯並沒有按照 烏克蘭原本的計畫 去 做兵力的調動 好 星基夫卡 庫比揚斯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本週加入的新的電話 對 那星基夫卡為什麼很重要 就是 對 他就是庫比揚斯克的門戶啊 這樣看就很清楚了 對 因為 原本庫比揚斯克的防禦方向 原本庫比揚斯克的防禦方向 烏克蘭的防禦方向應該是在這一線 因為他很怕 因為伊瓦尼夫卡這一面的俄軍 伊瓦尼夫卡這一面的俄軍 他很怕會沿著這條公路直撲庫斯克 然後星基夫卡這邊 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證實的 就是星基夫卡是不會掉的 為什麼 他也不能這麼樂觀覺得他不會掉啊 那麼俄軍能不能守 能不能利用他作為進攻的跳板 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這是 俄軍故意一直麻痹 庫比揚斯克 反正就是沒有掉 不論俄軍怎麼衝 就算他衝到星基夫卡的 這個地方 他還是後面還是會撤回去 只是說這次沒有如烏軍的預期 俄軍有撤回去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的情況是俄軍已經 前進到星基夫卡 那俄軍 你比也知道啊 這邊的距離 這邊的距離跟這邊的距離 當然是星基夫卡掉 所以現在 烏軍必須要趕快把原本部署在這一線的 調回去 庫比揚斯克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 整個北面 哈爾科夫這邊就會 會有形成不同的態勢的變化 只是說這個態勢變化 不會這麼早看到 所以我們為什麼預測是 為什麼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俄軍忽然想要重新拿星基夫卡 第一個就是 有 有 有 部隊已經 偷偷的 增援到 增援到 星基夫卡這一線 而 烏軍不知道 或者我們沒有掌握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這邊的裝甲 裝甲部隊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輕步 兵可以佔領星基夫卡 他現在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表示 一定有新的部隊到 只是我們還不知道這個 這支 目前到的部隊到底是哪一支 但是 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 未來在 整個夏季公事結束之後 星基夫卡的這一線 俄軍應該會有一些 特別的想法 OK 好 那再來就是 呃 傑爾任斯克嘛 那 大家 大家 大家關注 其實這個是 夏季公事的 bonus 他其實並沒有在 夏季公事的 預想裡面 只是突破了 所以 現在 俄軍是利用 目前 目前夏季公事 額外 能夠調度出來的 秉立去 去 往 傑爾任斯克的 市區方向前進 但是 這一線的俄軍 其實打得非常不錯 就是我們看到德魯日巴 德魯日巴昨天 我們已經知道 俄軍已經完整控制德魯日巴 就 俄軍先控制了基羅尾 然後再控制德魯日巴 接下來就是 庫斯克的 整個東面 俄軍都包圍了 那 再來就是 如果 阿爾喬 莫沃 跟 聶利 皮夫卡 這一路的 俄軍 在 謝爾比 尼夫卡的 這個地方 會合的話 那 吉爾任斯克就戰線了 他就 三面被包圍了 對 這個城市就不能守 那目前 看起來俄軍 並沒有 著急在推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 我們目前可以判斷 就是這個地方的接觸線就是 主要進攻的發展方向 會是這一路 那 這個 目前 都還不會 主 最起碼在這個禮拜 到下個禮拜 應該還不會是這裡的主攻方向 因為 夏季公司準備要收尾了 所以我們不認為 這邊會有大的轉變 那這邊就是繼續 繼續從 基羅尾的這個方向 切割 傑爾任斯克的防禦 把傑爾任斯克先分成 北面跟南面 他如果 繼續往前推進的話 就會把傑爾任斯克 分成北面跟南面 接下來就會先吃掉南面 然後再來處理北面 現在俄軍 打城鎮戰都是這麼幹 這是最早這個是 蘇羅維京在敘利亞 帶回來的經驗 OK 來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比較精彩 這才是整個主攻的方向 那主攻方向 這個進展比我們預期 格羅基夫卡跟這個 諾和羅迪夫卡 基本上都已經 被俄軍攻下了嘛 就原本老師覺得說 這還是一個小勝的格局 那現在小勝就已經 我們預估要到九月 九月 達成了 九月底都不一定能夠 打得下來 那你說你的終身是 兵臨城下 現在看起來 利西夫卡跟這個 迪米特羅夫 迪米特羅夫 似乎也現在是 就是我們 我們一開始在評估 相機公司的時候 拿下 格羅基夫卡跟 諾和羅里夫卡 這是 這兩個拿下來是小勝嘛 嗯 然後 從迪米 如果俄軍把前線推進到 迪米特羅夫跟利西夫卡這一線 能夠推進到這一線的話 這是終勝嘛 那大勝的話是 我們原本就沒有 我們原本推就沒有 夏季公司沒有包含紅軍城 我們原本的推是 如果俄軍可以切斷 紅軍城對外的 這些補給線 聯絡到 外加庫拉或我 那就是大勝 對 這是我們 我們不是俄羅斯總参 俄羅斯總参謀部也沒有告訴我們 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但是 我們從戰術的推移到 俄軍本身 具備的能力 跟烏軍的抵抗 我們認為在整個夏季公司裡面 能夠拿下 格羅基夫卡跟 諾和羅底夫卡 對俄軍來說 對中央戰術集群來說 就是小勝 那 如果可以推到 迪米特羅夫跟利西夫卡 的接觸線的話 那就是終勝 那如果能夠 抵禁到 就能夠 抵禁 紅軍城的外圍 抵禁紅軍城外圍 就代表利西夫卡跟 迪米特羅夫已經都沒了嘛 那這個就是大勝 所以 整個的 夏季公司 我們的預估是這個樣子 那 結果整個推進的速度比我們還快 包含 不管是從 洛和羅底夫卡的方向 然後格羅基夫卡的方向 甚至現在 因為我們原本沒有 沒有預估 俄軍有能力打 謝里 謝里渡河 因為 理論上來說 謝里渡河的防禦要比 格羅基夫卡跟洛和羅底夫卡要強大很多 但現在我們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地形 它這邊有 有礦山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 它天然的 因為這邊是平原嘛 它天然的這邊就 就有比較多的 那個 益守南宮的地形優勢 所以它本來就有比較多的 可防禦的 設施 但是即便是這樣 俄軍還是繼續在 謝里渡河推進 就表示這邊的 烏軍的防禦強度 其實已經 掉到一整個不可思議的程度 那這整個大驚奇 還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 對 這個才是額外 就是剛剛 夏季公式主攻方向 是 是紅軍城那個方向 結果額外帶出 這個是 這個副本 這個是 頓捏刺客嘛 所以我們 我們會把這一塊稱 把這整個 這麼大的一個區域 我們稱為 西頓捏刺客包圍圈 因為它在頓捏刺客的西邊嘛 那這個包圍圈 這個包圍圈 原本 原本 原本不具備的 原本沒有這個包圍圈 那這個包圍圈 是在什麼時候成形 是在 打紅軍城那個方向的時候 結果 南面的烏軍 整個防線 整個防線 潰散 導致 俄軍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 從 北面一路 追著那個 烏軍的潰兵 一路追到這邊來 他追下來的時候 這個 整個包圍圈才成形 所以 在原本的 作戰計畫裡面 不一定有這個 只是說打到這邊了 發現 忽然有一個 這麼好的機會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這個是做夢中 在天上掉下來的 那這個包圍圈裡面 有多少兵力 目前知道有三個旅 三個旅 卡在這邊 三個旅在這裡面 先不要論包圍圈 如果這邊有三個旅 那為什麼早先在 從這個奧歇列紀念 發動的公式 會這麼順利 他為什麼不激動的防禦 不要讓紅軍城這一線崩潰 這邊也不能動啊 三個旅要 三個旅在這個正面 這是很符合的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地方 嘗試了這麼久 內塔洛沃這邊 俄軍推了這麼多次 然後 克拉斯諾哥洛夫卡 往北也嘗試過這麼多次 一直推不動 是因為烏軍在這邊的兵力不少 所以俄軍 從內塔洛沃的方向 也嘗試要往南 從克拉斯諾哥洛夫卡的地方 也嘗試要往北 一直都推不動 那烏軍在這邊的防禦 其實是有一定的強度 但是這個強度 最後被一個戲劇性的轉變給破了 那所以前面這些又是誰跑的呢 對阿 熱藍捏這邊 對熱藍捏就四十七旅先跑啊 然後其他的 可是不能怪最四十七旅 四十七旅已經打了那麼久了 對打了那麼久 一直沒人補他的位置啊 那就一路從熱藍捏 退到新熱藍捏 然後這邊 這邊後面還有個熱藍捏 一吋熱藍捏 一整個熱藍捏 你就沿著這一路打下來 其實對這邊防禦的 這三個旅來說 他們也很莫名其妙 因為他們的防禦方向 是往這個方向防禦啊 那這個 為什麼卡爾利夫卡很重要 為什麼烏軍前面兩個月 死守卡爾利夫卡 就從內塔洛沃的俄軍 一直往卡爾利夫卡打 打不動 就是因為這裡很重要 因為一旦這邊被打穿了 從克拉斯諾哥羅夫卡掉了 那他的北面他往北 或者是他往西 那卡爾利夫卡這一路 往南切 就可以把這一整個全部包住 因為他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俄羅斯的第一線的指揮官 他也不笨 他看到這個 看到梅姆里克這個方向 梅姆里克是我們剛剛看到 熱藍捏的南邊 但為什麼他會掉 因為他就是 就是114旅 一路追著潰散的烏軍 他一直黏著潰散的烏軍 潰散的烏軍一直往後退 那退著退著退著 就退到這邊一直止不住 對所以 因為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梅姆里克這個位置 所以你卡爾利夫卡 防禦的烏軍 你不退也不行 因為你等於被包夾 所以接下來卡爾利夫卡 卡爾利夫卡的烏軍 開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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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奇諾夫卡這個方向 那這邊的114旅 他就一貫的 他就是你退他就黏著你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 他要跟著 跟著潰散的烏軍 保持這麼近的距離 就是 因為你退的方向 你一定沒有埋地雷 所以他不需要排雷 他前進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所以他就一直黏著 潰散的烏軍 從卡爾利夫卡追到 加利奇諾夫 現在已經追到 熱藍捏一村了 就在我們現在直播的 就在我們現在節目播出的時間 這個熱藍捏一村 可能已經沒了 就是這麼快 那所以現在這三個旅怎麼辦 現在這三個旅 據說 都在撤 這個已經沒辦法救 你看形勢這三個旅 即便調轉方向都沒有 現在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是如何把這三個旅 平安的帶出來 那所以每次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撤退戰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 那現在 烏克蘭有辦法派出援軍 去把熱藍捏這個戰線 給撐出嗎 沒有 沒辦法 不要讓人家這麼快關門 我們現在知道的 我們現在知道的情況 從烏克蘭這個方向 得到的消息是 這三個旅都已經接到通知 要撤 那至於撤退的路線 跟撤退的方向 比較可能的方式是 他已經沒辦法往北了啦 就是往北面 往北面 俄軍的 進攻方向已經是在這一線了 俄軍的進攻方向已經抵達這一線 所以烏軍能夠退的方向 他就只能往 他就只能往這個方向 慢慢退 他的整個很長的一段撤退路線 都 側翼都在威脅之下 現在就看克拉斯諾哥羅夫卡 所以昨天 克拉斯諾哥羅夫卡的俄軍動了 昨天克拉斯諾哥羅夫卡的俄軍 開始往這個方向跑 現在大家在比賽 現在大家在比賽 比賽的終點就是這裡 可是這個問題 如果這三個旅王先跑 然後呢 如果你剛好又讓 這個俄軍抓的機會 一直黏著你的尾巴 那烏拉霍霍就會被潰兵給衝擊 這就是我們 我們預估 未來兩到三個禮拜 就是到夏季公式結束之前 我們原本根本不相信 烏拉霍霍 夏季公式的時候可以打 為什麼 我們知道整個夏季公式分成兩個階段 原本俄軍的計畫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是打紅軍城的方向 那第二個 紅軍城 就是方向那邊突破了以後 應該會有一個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庫拉霍霍 我們認為的 但是後來 因為發生庫斯克的事情 所以俄軍的兵力受限 所以原本 從 從這個方向 應該要去推庫拉霍霍的俄軍 被調到紅軍城方向 去加速紅軍城的攻勢 所以我們原本就 原本我們的 預估是 那庫拉霍霍就沒了 就沒想到 現在從這邊又來 一波他還是庫拉霍霍 所以該是庫拉霍霍就跑不掉 所以我們原本預估 因為庫斯克的事情 所以普丁 決定加大在紅軍城攻擊的力度 那加大力度你的兵力有限 所以第一批被調到紅軍城的方向 去配合中央戰術集軍 施加壓力的就是這邊的 這邊的俄軍 所以他本來已經被調走 調到北面 調到更北面去支援紅軍城這個方向 沒想到最後就是繞了一圈 他說我還是要回來 所以這個未來一兩週可能會是重點 因為大家在比賽 對 現在這個地方是 我啦 對我來說 是我關注的重點 因為他遠比庫斯克要重要太多 就戰略上面來說 這一個包圍圈會 甚至比紅軍城還重要 所以這邊應該是說 我可以理解老實講的 就是現在有三個鋁在這邊 如果真的被俄羅斯 俄軍給黏上了 咬著他了 然後他可能兩個狀況 一個狀況就是 這三個鋁可能會 直接被打散 就被打溃掉了 然後再來是說 他如果就是 如果一直維持這個 很好的節奏的話 他就直接打進庫拉霍霍 因為這三個鋁 最後的地方不是赫尼克 就是庫拉霍霍 而這兩個都不能調 對烏烏軍來說 這這兩個他都不能調 那現在問題就在於說 顧拉霍霍跟赫尼克 有辦法組織一條 這個就是 迎接潰兵的 迎接撤退的 友軍的防線 他必須要抽 他必須要抽預備隊 是然後去前面 組一條防線 然後讓撤退的部隊 直接穿過防線 到後方去修整 那對 那墊後的部隊 才能夠擋住俄軍 繼續過來 對不對 他現在 現在重點 我現在重點 我真的看不懂 因為其實最適合 幹這個工作 是72旅 就是 烏克蘭的第72旅 或者是其他的新建旅 就是理論上來說 應該要 沿這一線 應該 至少要 有幾個旅 所以72 還有 幾個 至少 還要三個旅 放在這邊 這樣才有辦法擋住俄軍 因為你不需要進攻 但是你可以接 讓潰兵穿過我 然後到後方修整 對 那俄軍追到你前面 就會停下來了 對不對 至少要三個旅 好 現在告訴 告訴大家 一個 比較特別的 就是 謝爾斯基的調兵方法 因為其實 最近的單位是72旅 72旅 是在 胡利達那個方向 那因為他是 謝爾斯基的底細 好 現在72旅在哪裡 在哪裡 在紅軍城 在紅軍城 要幹嘛 要幹嘛 我不知道啊 他是把他放到紅軍城裡面嗎 還是在紅軍城的前方 這個 這個布陣 沒有 昨天看到最新的 就是 五人機 五人機回報 就是 第72旅的 一個前進指揮所 在紅軍城被炸了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他到紅軍城了 因為他的指揮所被炸了 那為什麼72旅 你把他擺到紅軍城 你為什麼不在這一線 其實你現在應該要賭啊 因為你不賭住 這三個旅一路往後退 那俄羅斯就跟著你往後退 但是 偏偏 偏偏 我們就是看不太懂 所以 這個才是 我覺得啦 就是至少 西頓內刺客包圍網 對這個 對我來說 現在是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 一旦你這個 全部都拿下來之後 整個頓內刺客的西面 就完全沒有阻礙 過了這條線 後面完全沒公視 OK 所以等於 那俄羅斯的冬季公視就 就很明顯會怎麼玩 就大家都可以猜得出來 OK 好 重要事件 對 那 這個 這個 其實除了 除了北面以外 這是庫拉霍霍霍的南面 這庫拉霍霍的南面 這是頓內刺客 就是 胡立達爾 再往南 再往南 就是胡立達爾 就是如果我們再往南邊 就是胡立達爾 那現在這個地方就是 康斯坦丁諾夫卡跟安東尼夫卡 俄軍也在推 也就是說 現在俄羅斯 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整個戰線分割 成 北面 還有中間 還有南部的這一段 那南部這一段 他現在先在這邊 尤其是沃迪亞諾耶的這一塊 當他拿下來了以後 他就可以對 胡立達爾行程有效的封鎖 那就可以來等 如果 烏克蘭在 赫松 對克里米亞那邊發動攻勢的話 俄軍就可以從這邊 發動攻勢相對的跟你換 所以 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我們要觀察的 那個點 那另外就是 另外還有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的重要事件 就是這個 天啊 普丁要訪蒙古國 然後呢 是說 烏克蘭要逮捕普丁了嗎 烏克蘭要求 蒙古必須要逮捕普丁 因為 因為就是國際刑事法院嘛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 下一個會害怕 應該是 納坦雅虎 納坦雅虎一點也不怕 因為美國說 誰敢逮捕納坦雅虎 那同樣 普丁 就是 對啦 就是我們一般 一般會被媒體誤導 就覺得 國際刑事法院好像很厲害 他發逮捕令 他發逮捕令 可以逮捕其他國家的元首 問題是 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被 被美國發逮捕令 那到底誰抓誰 所以 如果你從媒體上 看這些國際關係的時候 你會進到一個 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是在 真實的世界大國博弈裡面 誰手上有核彈 誰才是老大 而這個按鈕是 國際法院的法官沒有的 承登司機 要不要先關心自己 國土上面這些狀況 這些狀況 這些狀況 然後就是在烏冬 就是兵敗如山倒 對啊 那為什麼 你還要在那邊扯這些 五四三的要幹嘛 你的空前到底要怎麼守 那你的庫拉霍霍到底要怎麼守 然後你的庫斯克到底是要 到底你的戰略目標 跟戰術目標是什麼 你的庫皮楊斯克怎麼辦 就是 真實的戰場 我們能夠給大家的 我們能夠給大家 就是 現在在戰場 真實戰線的位置跟 這些 這些情況是怎麼累積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我們也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誰會打得贏 或誰會打輸 但是我們只能讓大家 從戰線上面 你們自己去得到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你必須要對戰 戰爭或戰場有真實的理解 你才能夠得到那個答案 今天非常謝謝邱老師 也謝謝邱老師 帶來一個新的 新的關注點 就是這個西盾內刺客包圍網 那我們持續關注 謝謝大家明天請進去收看 一週軍事雜談 拜拜